Hello大家好 我是小九 今天忙了一天了 早上我们去找纸箱厂 因为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什么都不懂 然后有一个朋友提供了一个附近的纸箱厂 结果它那个纸箱不合适 然后又找以前我们订纸箱的老板 帮我们找车拉下来 这个是有点曲折 看我这个满头大汗就知道了 然后中午我们还去找了那个 要打包的地方 找那个村里们帮我们找了一个地方 现在我在弄那个上架 很多朋友说想吃我们的黄金礼 但是还没有买到 所以我在弄 没想到在这里信号不好 一直都没弄好 可能要到明天了 明天早上才可以弄去住的地方 今天我就不打扫回去了 因为我们来回挺远的 也挺渗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想法 问一下他们吧 因为我们回去的话 明天还要过来 明天我们就开始发货了 还要过来的话 那我们这个 那个 准耗就挺大了 现在阿姨他们再栽果了 好 连不到 没办法 往上再看一下 是不是哪个位置有问题 我重启一下电脑看一下 今天我找他们村里面的人 把那个桌子凳子都搬过来了 结果不给力啊 结果不给力啊 小脚 哎 这里有个凳子 拿个凳子是我教他们弄过来的 来这里坐着 这里 哎呦 哎呦好累 出来没信号了 出来手机没信号了 这个信号不是我的 我是苹果的 我这里刚刚有个信号是苹果的 你熬用费吗 你熬用费吗 紫香我叫他们把他拉过来了 怎么收到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可能要接一下 晚上几点多啊 不知道 他现在在上车 他现在要给我裂肠 这个成本 那么多啊 要那么多吗 就是按照你的要求哦 要把 因为他拉过来 他用费 如果你要少一点的话 下次又要拉 这用费更贵了 又把你费了 然后他说如果用不完的话 我们就去开他拉回去 网套都这么多 网套要那么多吗 他帮配的嘛 那他网上很晚很晚才到 那我们都委屈了怎么 学来接货啊 刚才跟你说呢 今天晚上我们去宾馆了 那么快啊 我怎么准备好了 你要准备什么 那我们不住这边 明天你过来 不是还要发货吗 那你开车过来不用油吗 那油费你觉得不够我们住吗 你意思是说今晚我们在这边住 是不是找宾馆住是吧 是啊 可能我理解错了 充电了 弄不了 幸好不好 这个 那只能明天再弄了这个 这个显示已连接了呀 哎 好像好像 可以了 是你过来了 然后就可以了好吗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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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带信号了 那你别走 哈哈 我扫一下先 扫了 都没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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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编辑一下 江苏能拍吗 能拍就能发 你们能拍就能发 我给你们摘一个下来 掰开看一下啊 咱们收到货的时候 不要以为这个是坏的啊 给大家现场开一个啊 咱们这个果它是 脱骨的 天洋带的这个脱骨的 知道不 它天洋脱骨的 然后 它里面的这个是果胶 它不是那个坏的啊 大家收到货的时候 不要说这个小酒给我卖的是坏果 这个是果胶 天洋形成的果胶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小颗粒 这是形成的胶 大家能看到吗 可以看得到吗 里面形成的是一个胶 天洋能发货吗 可以啊 江西能拍吗 可以啊 你们拍就可以了 能拍就能发 能拍就能发 咱们这个里子 如果说大家收到货之后啊 觉得有一点点酸 因为里子都没有充填的 里子都没有充填的 有一点点酸的话 你放个两三天 然后它就变甜了 这个里子 它跟其他的里子不一样 它有点像那种香蕉那样子 你放的越久它越甜 但是你放的越久 它的口感就不会有那么脆 它脆的时候 它酸味就比较浓一点 可能要两分酸那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软一点了 甜一点了 它就软一点 就是 这吃不到酸的朋友 可以就是说放两天 香酥 能拍就能发 你点进去能拍就能发 直播终于结束了 我播了好像是 我也不知道多久 嗓子都播哑了 水都喝了几瓶 受不了了 再喝杯水先 也好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里子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去看我的那个回放 里面都有给大家讲解的 我先把这个东西收拾一下 这里都没吃完的 展示的 太可惜了 这么多水 怎么了 你下锅了 下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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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卖了多少单 你小心点 那是条沟 我看过了 多少 100单 100单 不叫包单 那是多少 1万单 1万单 没有没有 那不是1万单 1000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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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单也很不错了 是啊 比我们一起 比我们预料的要多 是不是 是 本来我还以为主播间里面 我好怕我多 等一下就三个人 一个我 一个我姑 一个我叔 一个我妈 哈哈 没想到 还 我一个人卖的 还是我们一起卖的 还有是我们三个人 就我们两个卖的 就我们两个卖的 就我们两个卖的1000单 是啊 真的 这我两个直播卖的 哈哈 哈哈 那我也好开心了 我也希望把这个铝子超过卖完 最好明显我们把这5000斤卖完的 1000单 我们已经超5000斤了呀 你算一下 我们五斤 五斤 对五斤就超过了 对呀 那我还得 我们完成任务 那还要不要再定一点 定吧 他这里 一百多亩 这一片是一百多亩了 三下还有几百亩 那我们直接跟他说 就是我们明天再继续卖一点 如果卖一点 就是卖多少摘多少 咱们不要定那么多了 外面是不是 也行 今天 我跟你说今天中午 我们找堂地的时候 他们村那么多人过来 搞得我 我感觉 我不把他们村的里子卖多一点 我都不好意思出去 你看他们从那个 就是说办事的人都来了吗 那个叫 什么 村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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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表哥呢 他在播吗 应该还在播吧 不知道 我刚刚都叫他吃饭了 我下午前我叫他吃饭了 那边应该去 直播那里收拾东西吧 这个水我不知道是谁的 你们刚刚放在那边 这个没喝过的 这瓶也没喝过的 我不知道是谁的 那我收拾一下东西回去了 没有东西装啊 今晚我们要不要静度一下 不行 今晚好好休息 然后我们明天 我明天我想一天了 那我今晚我庆祝 请你吃个粉 炒粉 再加个炒天螺嘛 我不能吃 你不能吃天螺 那吃一个 吃个啥 不知道 我也不可以吃鸡蛋 我们这边 炒粉粒 我们这边特色 你不喜欢吃 特色你就不喜欢 去去去去去 找东西来装东西 快 明天多买几盒 这个不然手机关吃了 我感觉这个蜗 应该贴一张在额头上面 好热是吧 好晒 我今天汗了 忙了一天了 赶紧拿东西 你去拿东西吧 我在这里等你 这个凳子要拿回去给别人借的 他说放车上 然后拿去他家 然后他帮我们还 拿去老板家 我原那个大叔家 行行行 你拿东西来装 好了 没想到剝了一下我就爆炸了 本来就是订了六千斤 现在是一千达 那我们完全超额 完成任务了 应该 这么说 明天我们再接再厉 争取 卖个一万达 收拾东西 来 来 来 去 去 要找大车把他拉过来的 慢慢 去 那一周快点放下 不要不要不要 你还是要放哪个 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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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